HELLO 大家好,我是三立 熱烈討人的投手頭薩曾仁和 相遇復出之後首戰面對中信兄弟 主投5.2局只掉1分,送出8K 獲選為單場MVP 結果站上頒獎台,他展現了驚人的舞技 引發球迷們的熱烈討論 連跟他一起跳的Rakuten Girls應該都傻眼 真的是沒有偶包的在大挑特挑 而在中華之邦的歷史上 其實也有非常多人靠著跳舞走紅 不管是本土球員、洋將甚至還有教練 今天我特別請海鞭剪了CPBL十大豪舞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有哪些選手的舞蹈細胞特別接觸吧 首先第一舞當然要先來複習一下 曾仁和的魚尾八舞 下一任 從他第一手擦玻璃的準備動作就知道 這個人是有備而來的 一開始還先腼腆的嘟嘴 結果音樂一下就直接扭起來 M字腿沒在怕 有人說第一次看MVP5 不是看啦啦隊 而是看拳員本人 也有人說曾仁和的舞蹈讓他發現 原來狂威是會笑的 那第二舞繼續來看MVP頒獎 他跟曾仁和一樣 都是連跳三首 人稱週季舞王 宋承睿 他在去年10月3號 面對未詠優的比賽 揮出剩下首轟 又沒收了幾一支到廣關的拳雷大 賽後也展現自己超強的舞技 這麼年輕喔 結果有辦法馬上站上頒獎台 其實以他的一個這種抗壓 還有這種表現來講 未來應該會很有機會 陸續不斷地站上頒獎台 而且喔 另外提到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舞蹈功力是非常的好 因為今年的春訓 當時去採訪的時候 那都有這個菜鳥的一個表演 他的舞蹈細胞是裡面最好的 還是其實他平常在偷練這些 看都不會蠟拍耶 畢竟是自己的加油舞蹈 應該要記得很清楚 所以這位年輕的球員 其實在第10局跟第11局 都有很好的表現 其實去年的兄弟開訓菜鳥日時 宋承睿扮演了鬼滅之刃的嘴瓶一支柱 舞蹈表現就已經是 種菜鳥中最強演的一個 雖然不像頭撒那麼open 但腼腆的樣子讓他圈了不少姊姊分 而且跳自己的應援曲 是完全沒蠟拍 真的是平常有下苦心練過 才能展現的成果 第三舞的主角也是跳球員應援曲 只不過他不是跳自己的 是跳隊友的應援 就是黃山軍美國隊長羅傑斯 在2020年10月20號的霸氣一集 當時羅傑斯只是勝利投手 而非單場MVP 在主持人小白的邀請下上台跳舞 第一手就帶來他自己最喜歡的 在妹應援曲 後面不管是蘇維達的應援 或者兄弟精神也都難不倒他 最後用忠信兄弟總冠軍來結尾 真的是配合度超高的洋將 你贏了疫情的名字 我祝你祝你 我們希望今年能夠拿下總冠軍 那說到洋將 我心目中還有兩個羅家般的舞蹈大師 要出場了 第四舞 就是前陣子音商解約的 同一詩快樂果子羅薩 他跳舞的影片很多 但我私心最愛的是這一個 哇 羅薩要開始帶大家跳舞了 哈哈哈哈 羅薩 哈哈哈哈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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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所以在兩邊的休息室的氣氛 確實有一點差距 其實已經很久沒看到林子豪打全雷達了 對 重點是是對全雷達舞的傳統 是轟的那個人要拜舞 而當時是林子豪拳來打 結果在休息室迎接他的羅薩 跳得比誰都嗨 柯維銘還把他的屁股直接當鼓再打 連林子豪自己在旁邊都看傻眼 結果來了一段跳神舞 完全被羅薩給比了下去 第五舞 也是統一姓羅的養將 他是在2018年來台的羅里奇 當時已經36歲的他 在5月13號的比賽 拿下MVP之後開始新演星 結果突然放了個大招 讓旁邊的UNIGIRLS都嚇傻眼 把牆要吸引眼睛堅持到底 買一頁三眼修要生命 這個後空班結尾 不只拉拉隊嚇到 球迷嚇到 連當時的總教練黃甘霖都嚇出一身冷汗 後來也告誡他禁止危險動作 畢竟他是隊上的王牌 一受傷對獅隊而言就是超大的打擊了 所以羅里奇之後跳舞就冷靜許多 至少腳沒有再離開地面了 第六舞讓我們來看點不一樣的 他是被大聯盟官方推特CUT4 認證9點1分的牛崩舞 主舞就是最有梗的鄉長陳宇勳 牛崩裡頭陳宇勳是在做準備 所以假使這個範圍有任何狀況的話 可能會有換頭的決定 陳宇勳準備的動作還蠻特別的 不過王毅正出場 其實對桃園隊的牛崩來講 都給了很多喘息的空間 現在又看到了另外一位 背號0號的陳宇勳 由於當時是COVID-19席捲全世界 只有台灣還能開打的時代 所以許多外媒也都把焦點放在綜黃職棒 而陳宇勳兩次的牛崩熱身動作 就引起了滿滿話題 真的讓世界看到台灣 第七舞的主角比較特別 他不是選手 而是總教練洪一種 在他拿下執教生涯第七百勝的這一天 現場球迷熱情邀約 而洪總也毫不扭捏 為大家帶來了一段七百勝武 我現在總算有棒舞群的加入 呵呵呵呵 喔這個嘉然專 欸? 其實紅總轉線跳得還不錯喔 講錯喔 這個 這個布看起來是相當的熟練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場邊球員 全部圍著他一圈 後面也拍到了王伯榮跟藍英倫在投笑 就這樣看著最有威嚴的仲美 在場中央 嘿咻嘿咻嘿咻 結果紅總真的沒在怕 一個人空氣搭尖也沒問題 我們也不知道未來還有沒有機會 能再看到紅總跳舞呢? 那接下來我們要從一人讀舞升級到兩人以上 第八舞要來看到的是林志勝跟陳家居 他們帶來的同一支開場cover舞蹈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進U局了啦 這個舞蹈讓我比較驚艷的是陳家居 畢竟大師兄會跳舞也不是新聞了 甚至連他女兒的舞蹈細胞都超級好 但陳家居的律動居然更勝一籌 動作到位而且有力 看得出來很用心 真的要掌聲鼓勵一下 第九舞是一個Battle對決 在7月30號這場統一跟異大之戰 由於與世的關係暫停 結果導播開始Take球員們 第一回合是高國磊VS郭俊瑋 兩個人都是小小擺動 算是初心者的等級 第二回合雙方派出舞蹈擔當 由余森旭對上黃恩寺 一個PAPIN 一個LAKIN 真的是難分宣治超級精彩 同時在10月30號 高國磊VS郭俊瑋 中間 高國磊VS郭俊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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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合黃恩次續戰 一定要換成邦克偉屁掛上陣 兩人來得場練屯對決 那這三回合的武力對決應該是中華之方歷史上最經典的battle 沒有質疑 第十五是我這個喵咪的私心 來看到的是在2020年4月30號 兄弟跟統一之戰賽後 是對教練團帶來的Sorry Sorry 5 Yeah~~ 哈哈哈 漂亮啦 Yeah~~謝謝 感謝我們所有的教練團來為我們跳下 這個算是我們今年特別新增的全雷打舞蹈 之所以會看到全部教練團一起上去跳舞 是因為當天有都督先發 賽前秉總就跟選手們約定 如果今天贏球 那就換教練團來跳舞秀給你們看 最後獅隊在林安可的滿冠炮帶領下贏球了 所以秉總就抓著都督跟教練們一起 到場中央大跳Sorry Sorry Sorry 這一舞完全能感受到秉總的用心 從上到下 獅隊的氣氛真的非常好 也難怪後來可以拿下總冠軍了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整理我個人的CPVL十大豪武 你心中還有哪些豪武被我漏掉了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力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讓我開了一個新頻道備用 如果你希望未來持續看到我產出影片內容的話 就拜託先去訂閱一下吧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